柯文哲持有的農地 長出遊覽車違法施政明確 柯文哲捐不捐 違法所得 那個作為遊覽車停車長用事 最近這兩年多才有 以前是沒有的 該補所得稅的要補 然後該捐出來沒問題 我拜託那個黃國昌 找一個律師來處理 柯文哲又在玩文字遊戲 首先根據我們所揭露的資料 這個農地變成違法停車場 15年的時間 長達15年的時間 一開始停小客車 後來變成遊覽車 結果他現在只願意捐出來 兩年多的遊覽車的時間點 好慷慨 左冠庭將柯文哲還接著爆料 這塊農地背後還有故事 柯文哲的這個農地上面 不只有違法停車場 還有一間農舍 斗大的招牌 揭露的叫做九鼎開發建設 實際的負責人 實際的負責人是新竹赫赫有名的 從化大王吳清源 張正榮就是現在九鼎開發建設的監察人 現任國民黨的議長 藍白河在2008年就開始了嘛 卓冠庭也列出相關時間表 06年新竹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出頒布 這塊特農用地只要變更為建地 價值翻倍 07年開始大規模整地 08年柯文哲就買地過戶 卓冠庭甚至質疑柯文哲聲稱合購的土地 其實主導人就是他 買地是不是為了炒地皮 誰引入柯文哲來再買農地 柯文哲 你起碼要做到當年 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面對MG149的規格 出來解釋 拜託你 不要再推媽媽 或者是說謊了 你們不要講 我都還不曉得這塊土地 因為第一點 平常都是 因為我爸媽留在新竹 每年會暴障的是陳佩琪 我根本從來沒有再看過 我不會有那個什麼炒房的念頭 選前關鍵時刻 選將的房屋土地爭議連環報 都得一一受到選民檢視 我們再幫大家重新整理一下 柯文哲他現在到底是要捐什麼 昨天他的說法是關兩泥 就是從這一塊土地上 開始有租給這個遊覽車 當停車場的時候 那現在今天黃珊珊出來講的意思 是連之前停小客車的時候 那時候的租金再加上 後來租給遊覽車來停的時候 兩個部分加起來 總共要捐120萬 來這個紅綠委員怎麼樣來看 現在難道是黃珊珊 比柯文哲更加了解所有的情況嗎 黃珊珊不斷幫柯文哲講話 說柯文哲 就是沒有炒作任何土地的動機 這種長輩在 長輩的這個思考模式 就是有土私有財 傳統觀念下來處理 柯既然沒有炒作 不過當然就沒有違背所謂的居住正義 尤其人家柯阿伯說 那不是你們記者來問 我還不知道有這塊塊呢 來 委員 財富他們的錢很多 土地很多 所以他不知道啊 對不對 那是無心營的 有可能真的不知道 那真的是無心營 我還覺得說 他們家坐到以前不一定會知道 有可能長輩為了避稅 為了什麼提錢過付給他什麼 他不知道 這有可能 這有可能 但是柯文哲年紀也不是很小的 對 雖然說他們應該是環境也不錯 可是有土地多到會忘記嗎 這讓大家匪一所思 應該不會多到 柯文哲他們家應該土地不會多到說 像人家那種很 以前就是大地主什麼 然後子孫多要分割 然後慢慢的 為了遺產稅為了什麼 我確實是有人做結稅的規劃 確實是有 可是我覺得以柯文哲他們家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不用到這個程度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說 黃珊珊他說的沒有錯 他前面那一段是對的 長輩是有土師有才 我們的長輩都是這樣子 但柯文哲有沒有違背居住正義 我必須要講 如果你是一般人 你可以這樣子說 但你已經當過兩屆的台北市長 如果台北市有一塊農地是這樣 你要不要開罰 你要不要開罰 以台北市的標準 如果以台北市 因為你是直轄市市長 你當兩屆的 你台北市如果有這樣子的 違規的農地 你要不要開罰 我認為以市長的標準 一定要開罰 同樣的 你從2007年 直到有這塊地開始整地 2008年購買的時候 上面就已經是違規使用了 我在這邊我要兩個問題 第一個 2008年你們購買農地的時候 農地是違規使用 你們怎麼過戶的 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要農地農用才可以過戶 他當準備的時候 就已經是鋪上水泥了 對 我們如果以現在 我們既有的資料來看 2007年就已經有水泥了 2008年的時候 你購買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過戶 這個大家都 這怎麼辦的過 對 是怎麼辦的過 大家都知道 你農地農用才可以過戶 你已經都是水泥地人 你為什麼可以過戶 當初是有什麼引擎 當初怎麼做的 這樣四五個醫生一起來合賣 對 不是 我一般人就是沒有農地農用 我不能過戶 為什麼你們上面都鋪水泥 你的特定農業區 你就可以過戶 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這一點我覺得要先說清楚 我們就事論事 這個要先說清楚 第二個 這個今天挖出來了 裡面有一些這個廢棄物 有什麼的 照理講 以現有的現行的罰令 這邊要出力 罰地主 要罰地主 你新竹市政府 要不要趕快罰地主 我們先就土地的 這個買賣的過程當中 這兩點 第一個 當初你怎麼可以過戶 第二點 你現在挖出了廢棄物 你新竹市政府 要不要開罰這些地主 照規定講是要喔 我們就看新竹市政府 如何解釋這兩個 我覺得這個再來 另外再來 如果說 這個我們剛剛大家在討論說 什麼收了多少年多少錢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只有當事人知道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到底一台車 收多少錢 然後你那個農舍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農舍 這蓋得還蠻還蠻堅固的 還蠻堅固的 那一個月租多少錢 我們都不知道 不過有一點 我們必須要說 這個有沒有稅務的問題 這個會牽扯到稅務的問題 這一點我覺得 爭議點很多 我覺得這是稅務的問題 這是稅務的問題 你等於說你有收入了 有沒有報稅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 這一塊農地 如果你是租給這一個 剛剛講的那個叫做酒什麼的 酒頂開發 酒頂開發 一般租給開發公司 就是不是這附近的土地要重劃 這個開發公司才會來住在住 住 住點在這裡 不然你一把太陽 他怎麼去這個地方呢 對不對 是不是有跟人家說要配合 是要有這個要知道要都市計畫 要變更了 然後這個農地可能要變成建地的 提前卡位的 我覺得可能要面對的是這幾點 這幾點我必須要說 不管你是不是柯文哲 你都要必須面對這幾點 這幾點是什麼 要說清楚嗎 沒有 這幾點我認為 不管你是不是柯文哲 我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是不是當過台北市長 不管你什麼 一般人沒有辦法做到這些 一般人如果面對這些 要把他交代清楚 那我覺得今天應該是 這個民眾黨要把這 我剛剛說的這幾點交代清楚 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你這幾點交代清楚之後 我跟你講真相大家慢慢知道了 才說你這塊地 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是要 憑良心就事論事 因為這個昨天發生的這個問題 我們到今天 其實很多細節的資料 我們都沒有 但我們沒有很多細節的資料 的情況下 我們剛剛講的那幾點 那個就是一般人都可以知道 都可以理解的 這幾點怎麼可能發生 你當初是怎麼過後的 如果沒有特別的關係 你有知道過後嗎 這個怎麼可能過戶 你要過戶 你要有幾關 市政府農會什麼的 一關一關 一般人 你只要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你是要那個 繼承的問題的話 連不是要買賣 連繼承要過戶的話 你上面都沒有農用的話 你上面是租給那蓋房子的話 都不能過戶 那為什麼你可以過戶 我一般人都不行的 這些我覺得要先講清楚 當初怎麼有辦法這樣 一路都是綠燈 這確實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請教一下佳玲 因為柯文哲現在的這個態度 說真的他講的 他講話 這樣含含吼吼吼 說他都不知道 這個買地 因為這是爸爸的願望 他的報仗 是太太在負責 他也都沒看過 沒有媒體問 他就不曉得有這塊地 但是是真的嗎 是不是在地漆 我們來看看 這個陳佩琪 他在臉書上 他寫了這一段 不曉得他媽媽 到底有說得好嗎 因為佩琪是說 這個 在某一個年夜飯的時間 他說他們兩個結婚 大概十幾年後 有一次過年 在吃年夜飯的時候 這個公公婆婆 曾經跟他們夫妻提過 有醫師要揪他們 一起買某一塊土地 所以這個年夜飯 不是有說了嗎 是怎麼他不知道 來這個佳玲 會不會很羨慕 有這個柯爸柯媽這樣 年夜飯宣佈這種好消息 對啊 我年夜飯都只有包紅包出去 都沒有人說要買地給我 對啊 沒這麼好康 對 我覺得這裡面有幾個 我很純意的地方 第一個 這個買土地一定要醫師資格 我是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可以買啊 對 為什麼因為你要推給你爸爸媽媽 然後說是因為要醫師一起買 其他人是醫師 你不是醫師就不能買 其實土地買賣沒有這樣的規定 還是身體比較特別 有這樣嗎 不曉得 也許對柯爸柯媽來講 這是他們一個夢想 那有人也講說 這個他不是講說 因為我爸爸希望我回來 新竹可以當醫生 開醫院 但是這個農地要變成 可以改醫院的用地 那也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 進行是不行的嘛 當然啦 這個要你要地墓要變更 等等的程序 而且他也不是都市計畫的土地 所以他程序還蠻複雜的 所以不是一年半載就可以完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上面有一些開發公司 臨近的土地 好像最近大家也在蠢蠢欲動 我在說這個地 不是為了讓他蓋醫院 這個地是在養地 很多人投資土地 建商也好 或是一般人在投資土地也好 他看中的是說 因為農地的價格比較便宜 他放長久了 如果有有這個有利的管道 或有利的人士 可以去push 讓整個地可以 譬如說像新竹 很多置地重劃的部分 對不對 如果有有利的人士 或是他可以算一算 我一個月收 你看他說 他租金六千多塊而已 他投資這個地要幹嘛 一個六千多塊的地 在臺北當醫生當好好的 他為什麼要回來新竹 投資這個地 這顯然實在就是在養地 這沒有那麼簡單 做停車場最方便 他做停車場最方便 那柯文哲又說什麼 他這個土地 他都不曉得 可能嗎 柯文哲吃便當 吃到說 你看我都沒有廚餘的人 他連喝牛奶 飲料沒喝完 都還會把他喝完的人 聽起來很傾傾 錢錢錢 對他們來講 家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我再講一次 你看他多care錢 所以你要投資這個土地 他們家一定都深思熟慮 在年夜飯上面 都已經深 都已經討論過 開過家庭會議了 對不對 這顯然是討論過的嘛 所以柯文哲說 他不知道 那除非說 你地真的很多 不曉得 或是你有很多的地 是沒有登記 在你的財產裡面的 你不曉得說 假設說我有一百塊地 我登記財產裡面只有四五塊 所以我不曉得 我老婆是拿幾塊來登記 不知道你在講哪一塊 不知道你在講哪一塊 對啊 是不是有很多檯面下的 我不曉得 那我在報告到家 財產申報 當事人都要簽名的 你簽完名之後 你申報監察院 那這個樣態跟高雄安很像 高雄安簽完了 那個公佩助理的單子以後 他還說 我不曉得 那個都是其他人幫我報的 奇怪 民眾黨都是一個樣子 都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推給說太太 或是推給說 這個是爸爸媽媽 這個都不算 不算一個 都不是一個理由 就是說今天如果你沒有要選總統 大家不會用這樣的標準來看你 那今天你要選總統 你有誰說別人 都沒有誰看自己 自己做的 你看四個手指頭要指著自己 你這個手指是指著別人 所以大家就會用這樣的來看 更何況現在這個事情 已經不是那麼簡單 說你把這個錢捐出來 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第一個 違反停車常法 為什麼 因為停車法法 法則太輕了 所以更花到三萬塊而已 所以很多人都用這樣使用 所以他覺得說 算算會合 養地 大家要記得這是養地 這完全是建商養地的手法 第一個 停車常法 第二個 現在挖出來有鋼筋 有磚塊 還有還會挖出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這顯然已經違反了廢棄物清理法 他最高可以判到五年以下 還有一顆罰 這個可以併科罰金要一千五百萬 對 所以這還有刑責的問題 那這幾個醫生現在突然沒在燙了 本來想說 就單純一堆 沒台沒錢 你柯文哲要選總統 還我們整個都拆下去 這樣說對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個各位醫生也不要難過 這個上次我來上節目 有一個人在唱歌 我今天也要來唱一首歌 我覺得這個是人家的夢想 他如果沒有選總統 他如果沒有來當選總統 他如果沒有來當選總統 等一下準備一下 事情也沒那麼嚴重 我都要唱歌 想到一首歌叫夢田 孟田 孟田 老哥 可疲的心裡一母一母天 可馬的心裡一個一個夢 一顆牙一個宗師 是我猜產的停車場 還沒站完 用他來種什麼 用他來種什麼 停車手間遊覽車 可爸可媽 他先賺太少 有沒有 可媽媽賺太少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會因為你捐款 你說一百二一百二十萬 我覺得不只 你想想看 他前半段前幾年 是停小客車 一臺小客車的位置 最起碼收一千五 對不對 那這幾年收益算起來 我們幫他算了 好幾百萬 不只一百二十萬 該捐的趕快捐一捐 重點是你這塊土地 未來你這個裡面的政商 這個官商關係 到底是什麼 為了要養地 而且重點是我剛講的 刑責的問題 可比 你跟高鴻安一樣 現在趕快去找律師 不是忙著選舉 嗯 高鴻安現在人 聽說在美國 來剛才佳麟這種夢田 好像比上禮拜 心事什麼人知道 又比較好聽 這個靖妍 靖妍回去要再練一下了 剛才有唱到這個 剛才唱到柯媽媽的心聲 靖妍我們來稍微聽一下 這個柯媽媽 聽了兒子大家都知道 柯媽媽說買這塊土地 柯文哲就不知情 奇怪了 他們心不公年夜飯 怎麼會這樣子 好啦 那柯媽媽 他認為柯文哲不知情 他說啊 現在政府是怕人民太有錢 不是賺很多 是在怕什麼 不是賺很多 來靖妍你聽看 我最近回去再多練幾首歌 後面再來跟大家表演一下 要來PK一下 但是我必須要講 柯文哲他們家 我覺得你們先串共好 看要怎麼講 再出來統一婚禮 大家媳婦說也不一樣 大家講的話都不一樣 你看這個 陳佩琦說 這個年夜飯上面 吃年夜飯的時候 我們就講過這件事情了 結果柯媽媽又講說 柯文哲不知道 但是柯文哲到底是不知道 柯文哲絕對知道 為什麼柯文哲絕對知道 你不是第一次選公職 2014選來北市長 2018選連任 然後這一次要選總統 你要財產申報 財產申報的時候 我們大家知道 你去看柯文哲財產申報表裡面 明明就都有這塊T 因為柯文哲的財產申報 我們知道夫妻要合併申報 唯獨就只有新竹這一塊地 的所有權人 是柯文哲 其他都是陳佩琦 然後柯文哲 你明明一下唯一的土地 跟這個房產 你不知道 你有這塊財產 有不知道有這塊土地 那你未免也真的是太媽吧 不然就是 只聽這個老婆講什麼 就算什麼嘛 而且這台這麼價錢 你叫來不知道 怎麼可憐 這個絕對在說謊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第一時間他收 大家這個他受訪的時候 被人家問到他就說 這個買來的時候 上面就已經有鋪薄油了 那很奇怪 你買一塊已經鋪薄油的農地 來幹嘛 你要種什麼 鋪薄油的農地可以種什麼 有啦 種游覽車啦 游覽車真的是經濟作物 這個GDP可以增加不少 本來小客車啦 越長越大便游覽車 所以我比較講 政治人物遇到這種事情的觀感 當然都一定不會 去年我們在講說 這個去年選戰的論文這個主軸選戰主軸 大概就是論文跟這個新竹棒球場 今年可能就是違建跟停車場 現在看起來正在進行當中 那柯文哲現在遇到問題是什麼 我們很常開玩笑講 講說這個小丁做事小叮噹 文哲出事是媽媽坎 你看媽媽現在馬上出來講 兒子都不知道 問題柯文哲就明知故犯嘛 你當初買的時候上面 就已經鋪薄油了 空照圖上面都有 而且剛才大家在講 他這一塊這個農地特殊的是在什麼 他是這個特種農業用地 特種農業用地他的使用用途 大概有幾種 我幫他這個找出來 就是農作使用啊 或者是農舍啊 然後這個農業設施等等這一些 我就看他到底符合哪一項 我後來看了看他大概是符合這個 採取土石 因為這個他可能想到現在會被踢爆 他要把這個柯油跑起來 這個可能算是採取土石 再不然就是 再不然就是這個公用事業設施 為什麼公用事業設施 他可能就是我買這塊地 本來就補好柯油了嘛 然後我放在那邊我也不設格柵嘛 大家要停車大家就自己進來停 我也沒有跟他收租金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嘛 你明明就有跟人家收租金嘛 今天黃山就出來承認了 所以柯文哲必須要對外說明清楚的是 你收租金現在他們講說捐了一百二十萬 可是實際上說明你獲利根本不只一百二十萬 柯文哲看起來這是危機處理的很快 馬上說要刨除恢復原狀 然後馬上說要把獲利給捐出去 問題是第一 你捐出的錢你實際上獲利只有這樣子嗎 他們講他沒有繳稅當然因為繳地價稅啊 問題是你停車場是非法營業的嘛 你有繳營業稅嗎 完全沒有 所以實際上你的獲利可能遠遠大於此 今天不是只有追柯文哲 這些所有權人都是違法的 新竹市政府如果公平的話 他應該是要跟這些所有權人 全部第一要開法 第二要追討 不是只有針對柯文哲 今天不是因為他要選總統 然後大家說你要選總統不行其他人都可以 不是這個是不好的示範 你要選總統的你的標準應該要更高 有這種事情你現在居然還可以說你不知道 更不用講說他當初這塊地 他當初被劃進去他都市計畫裡面 雖然現在還沒有這個蓋房子 但是他當初買的時候 一瓶這個十點三萬 依據這個新竹的資深房東就在講說 你要是未來這個農地轉建地的話 一瓶至少上看七十萬 所以說他市價可能就超過一億了 獲利就超過九千萬 柯媽媽說怕人民太有錢 又不是賺很多錢 九千萬拜託柯媽媽分我 林投就好了 林投對我來說就很多了 不用太多 一起吃年夜飯 我們一起去好了 每個人現唱一首這樣 唱首歌分個零頭 九十萬給我們 我們就覺得很知足很感恩了 柯媽媽來說九千萬不是賺很多 這個真的是太離譜了 那你講說裡面當然你牽扯到說 你找這些醫師啊 然後監察人等等這些 我覺得你要對外說明 怎麼找這些人 因為確實柯文哲我相信 2008年的時候他還沒從政 他也沒想到他那個時候會從政 所以說這個就是合法的理財投資 我覺得沒有問題 大家都會賺錢 但問題是你現在正好是你要選總統的人 而且柯文哲自己講了 還有守護農地嗎 對啊 所以講出來就很諷刺 大家在質疑的就是說 你說一套 實際上你做的是一套 而且你實際上已經發生 你正在做已經違法的事情 然後你還口口聲說我最正直 我最清廉 這樣子是不對的 這個已經不是一句你不知道就可以一筆勾銷了 因為今天如同剛才大家討論的 這個民眾黨的新竹市黨部主委 這個假狗啦 讓媒體這麼近去拍 就沒想到這個跑竹之後發現 裡面挖到一些鋼筋水泥等等的事業廢棄物 這恐怕接下來真的會牽涉到刑責喔 所以柯文哲柯林 他腳毛在笑啊 那講到危機處理的部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來看到的是賴清德的萬里老家 人家都說要公益信託了 結果現在國民黨陣營還要繼續追打 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看